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小小的滕香,安房侄子,翻译,彭一 山顶眺望台的边上,有一家叫滕香屋的土特产小店 土特产店总共有三家,其中最古老也是最小的一家,就是滕香屋 因为店面太小,卖的东西也就只有一点点 带画的明信片,偶人,烟菜和点心 滕香屋的主人是一位精神爵术的老爷子 一个月里有两三回背着一个大背包,下山去山脚下的镇子上购物 下山的时候,背着空空的背包,嗨呦嗨呦嗨呦的喊着一路走下去 到了镇上,偶人工厂,点心工厂和烟菜店一家一家转过去 渐渐的就把背包给塞满了 最后,坐在面条店里吃上一大碗面条 嗨呦嗨呦嗨呦的回到山里面 从很早以前,他就这样一年一年的重复着 滕香屋的老爷子,好精神啊 山里人这样一夸想到,老爷子就会抿嘴一笑 不过,要是有人说 滕香屋的老爷子啊,现在你还这么走山路购物啊 早就过时了,要不要我们家的车帮帮你啊 他立刻就会不高兴,哼哼唧唧的嘟囔道 我已经这样干了三十年了 可是,有三十年没感冒过的老爷子感冒了 而且还是慢性感冒 好些日子了,咳嗽就是不好 每天,老奶奶给他用毛巾热敷 还喝了不少据说一喝就淋的汤药 但就是不好 我说,明天购物,你就不要勉强硬撑着去了 一天晚上,老奶奶说 听到了吗,这山上翻上翻下的,可不是容易事 老爷子呵呵地咳嗽着,沉默不吭声 他想说,要是不下山去采购的话 滕香屋就开不了门了 这天夜里,他咳嗽得特别厉害 看来明天是下不了山了 哎,店里只剩下一点偶人和带话的明信片了 我说,求冒平茶屋的主人帮个忙,好吗 老奶奶看着老爷子的脸色,提心吊胆地说 你说什么,老爷子故意装出一副气横横的样子 我说什么,我是说,冒平茶屋的冒平 明天要开车到镇子上去买东西 是不是坐他的车一起去 老奶奶的话还没有说完,老爷子就嚷了起来 怎么能干那种蠢事 老爷子最讨厌的就是汽车 不但讨厌乘汽车,而且连看一眼都觉得讨厌 翻过这座山,直通枫叶温泉的索道车建成已经五年了 从那时起,这里就成了一个多少有点名气的地方 驾车旅行的人们一个接一个的停下车来 爬上眺望台,在茶店吃饭,买卖东西 但是在山里出生,山里长大的老爷子眼里看去 这些开车上山的人总是没有好印象 连一滴汗也不烫,轻轻松松地就爬上山来 只顾自己看看风景,在地上乱扔一气 然后又轻轻松松地上温泉了 望着这些人的背影,总觉得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把大山放在眼里 尤其是到了星期天,汽车的噪音更是吵得让人心烦 自从人们开车上山以来,这山就变得不像山了 一开始,老爷子逢人就这样说 但人家反驳说,话虽是这么说 但滕香屋的主人啊,自从锁到车开通以来 到山顶上来的客人可是与日俱增啊 你们店里的偶人不是卖出去好多吗 大伙都挣了不少钱,日子也比过去过得舒坦多了 这样一想,就还得忍受一下汽车的噪音 这话听得已经把耳朵磨出茧子了 知道了,知道了 老爷子一边点头,一边在心里按下决心 我是绝对绝对不做那玩意儿 然而,这次可是彻底焦头烂额了 这回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老爷子一边喝着药,一边皱着眉头,不声不响 是这天晚上夜深人静发生的事情 老爷子睡是睡下了 可因为一个劲儿的咳嗽,就是睡不着 老奶奶就躺在他的旁边,也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就在这个时候,咚咚咚,有谁敲响了店门 一开始,还以为是刮风的声音 但那个声音咚咚咚的响了三下之后 停顿了片刻,又是咚咚咚的响了三下 怎么听,也不像是风的声音 这么晚了,有谁会来呢 老奶奶走向店门口 从紧闭的大门的缝隙中 透进来一道细细的红光 是谁呀,老奶奶问道 一个奇怪的声音说 藤香屋的主人,有没有感冒药啊 我们又不是药店 一边这样说,老奶奶一边咣当一声打开了门 她吃了一惊 门外竟立着一只猴子 她提着灯笼,冷得一个劲儿的发着抖 真少见 老奶奶闭不上嘴了,站在那里直发愣 这一带,已经有好多年看不见猴子的影子了 自从锁车道造好以来 动物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哎呀,快进来,从什么地方来的呀 老奶奶像欢迎过去的老朋友一样 把猴子让进屋来 然后,又关上门 她无意中朝猴子一撇 她正像人一样,把嘴对准灯笼 扑得吹灭了灯笼的火 坐在这儿吧 老奶奶拿过来一个坐垫 让猴子坐在了二道门的门框上 猴子高兴地坐下,搓着手 你这时候来干什么呢 老奶奶问道 猴子咳嗽了一声,回答道 我想要点感冒药 然后,她就这样讲了起来 我是一只离群的猴子 也就是说,离开了猴群而一个人生活的猴子 一个人找吃的,一个人掏鸟窝,一个人睡觉 另外,还一个人得感冒 而且这感冒还怎么也治不好 呀,这不是和我老头子一样吗 老奶奶朝躺着的老伴看了一眼 老爷子在被窝里说 把我的药拿给他喝吧 猴子连连点头道谢 像是在行李一样 老奶奶升起火,温起罐中的药来 汤药开始咕咕嘟嘟地沸腾起来了 老奶奶取出一个茶碗,倒了满满一大碗汤药 当心烫着,吹一吹再喝 她好像在叮嘱孩子似的说着 把茶碗递给了猴子 猴子高兴地用双手捧住茶碗 然后吸了一口气 对准茶碗上的热气吹去 味道真好闻 她自言自语地说 猴子闭上眼 脸上带着一种感恩的表情 慢慢地喝下了汤药 啊,好药啊 身子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她把茶碗还给了老奶奶 然后就一个人在店里仔细地愁起来 她露出一脸的疑惑,不解地问 你这里不是叫滕香屋吗 可是没有滕香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老奶奶笑出了声 滕香屋只不过是一个店名而已 我们是家土特产店啊 既然是土特产店 为什么不卖滕香呢 为什么 嗨,那种过时的东西 所谓的滕香 是过去人们用来放衣服的四角形的箱子 但是现在 还有谁使用那种东西啊 尽管这样 猴子还是热心地说 我说 店里不妨试着卖卖滕香 一定会好卖的 老爷子和老奶奶都默默地笑了 猴子的小眼睛却亮闪闪的 试一试吧 我编一个送来 说完 他有小声地说道 这可是秘密呀 因为是秘密 就不能对任何一个人说 我知道一个长着大片通草的地方 每一年 我都要把那通草带甜味的果实吃个够 然后 采集一大把通草的藤 把它们浸泡在水里 扒去皮 编成箱子 我喜爱手工编织这活 不是吹牛 人的东西我都能做 而且做得漂亮 怎么样 要不要我用通草的藤编一个藤箱 放到你们的店里慢慢试一试 为了不让猴子失望 老奶奶就点了点头 那么 你就拿来一个样品试试吧 你说呢 老头子 老爷子在被窝里点点头 猴子拍拍胸脯 我一定编一个最好的藤箱送来 他又问 老爷爷 是编一个大藤箱呢 还是编一个小藤箱呢 小一点了吧 老爷子笑了 老奶奶也笑着说 愈小愈好 但猴子却睁大了眼睛 想了想又问道 你说小 可具体小到什么地步呢 必须告诉我准确的尺寸 老奶奶用两手 笔画出一个饭盒的大笑 说 就这么大 因为是礼品 还是做的小巧一点的好 我明白了 猴子高兴的点点头 他在暖桌边稍微睡了一会儿 天亮时悄悄的走了 第二天晚上 也是在半夜里 猴子又来了 咚咚咚 店门被敲了三下 隔了一下 又是三下敲门声 晚上好 晚上好 猴子在外面叫着 老奶奶爬起来 打开门一看 只见猴子一手提着灯笼 一手拿着一个四方形的东西 小藤箱做好了 猴子嘴上一边吐着白气 一边说 呀呀 快进来 老奶奶说 猴子进到店里 扑的一口吹灭了灯笼 坐了下来 他得意地拿出那个小小的藤箱 说 这个怎么样 老奶奶定睛一看 吃了一惊 做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用通草堂编出一个结结实实的四方形小箱子 里面既可以放饭团子 又可以放手绢或是头巾 还可以当成放针线的盒子 对喜欢编织的人来说 带来带去 方便极了 老奶奶认真的想 把它摆在店里 也许能卖得出去 你真是一只了不起的猴子 一边说 老奶奶一边掀开了藤箱的盖子 想不到 里面装着一个七度燥的果实 鲜红鲜红的果实 好像在燃烧一样 这是一点心意 猴子说 你还懂这些礼节 这让老奶奶佩服透了 老爷爷也爬了起来 老爷爷的感冒还没有好 猴子喝一次感冒就好透了的药 对老爷爷似乎不起什么作用 他一边咳嗽 一边喜爱地摸着那个小藤箱 然后他说道 好呀 就放在店里慢慢看吧 他又问 你能做很多吗 猴子连连点头 加速了劲 一天能编两个 这猴子的话靠得住靠不住呢 老爷爷和老奶奶对视了一下 悄悄点了一下头 他们和猴子签了这样一份合同 一个藤箱 换五个干柿子 或一个藤箱 换一瓶葡萄酒 或一个藤箱 换十个栗子 话是这样说 还是可以更改的 换来换去 还是老爷爷家的东西 太好了 猴子说 这下冬天没有食物 也不怕挨饿了 编点手工 就能换回来栗子和干柿子了 老爷爷也说 太好了 冬天我就用不着下山进货 能好好休息了 就这样 山顶上卖土特产的藤箱屋 就成了真正卖藤箱的藤箱屋了 每天晚上 猴子会送来两个藤箱 而回去的时候 会带上干柿子 或者是栗子 葡萄酒什么的 当有了十几个藤箱时 老奶奶写了一张纸 请购买山里的特产小藤箱 他把他贴到了店门前面 登山客们一看到藤箱就叫了起来 好精巧啊 有乡土气味 藤箱最受女顾客的欢迎 他们一边欢叫着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一边商量着里面可以放些什么东西 藤箱好卖极了 慢慢的老爷爷和老奶奶积蓄下一些钱来 真要好好谢谢他 拖他福 这个冬天我们总算熬过去了 等猴子再来时 老爷爷和老奶奶烧了一锅甜甜的年糕小豆汤 还有滚滚烫的菜粥招待他 不知不觉 老爷爷和老奶奶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这猴子特别喜欢年糕小豆汤 双手捧碗呼呼地吃个不停 就这样 猴子一共做了五十多克藤箱 当山里下了第一场雪后 他突然不来了 猴子怎么样了呢 老爷爷和老奶奶开始担起心来 该不是又生病了吧 没发烧吧 一个人不要紧吧 竟想着这些就更加担心了 半夜里风吹动窗户时 老爷爷就会从床上跳起来 老奶奶每天晚上都烧好年糕小豆汤等着猴子 然而猴子没有再来 他们每天都想着猴子的事情 有一天 一枚带画的明星片送到了藤箱屋 是枫叶温泉的照片 藤箱屋也有瘦的 翻过来一看 后面这样写道 老爷爷老奶奶 寒冬到了 天冷得伸不出手 干不了活了 等明年再编藤箱吧 因为栗子 干柿子和葡萄酒足够我吃了 等过一段时间再见吧 猴子 明星片上没有贴邮票 也没有盖上邮局的图章 这明星片是他自己送来的吗 是驮小鸟送来的吧 老爷爷和老奶奶静静地说着话 猴子还活着 这就比什么都好 店里还有许多藤箱 靠卖他们 老爷爷和老奶奶可以安安稳稳地度过冬天了 等天暖和了 猴子还会来玩的 老爷爷的身体也会康复的 猴子最开始拿来的那个藤箱样品 老奶奶一直留在身边 这个 他是绝对不卖的